非常符合他滾地球投手的特色 不過這個時候他投出了他這場比賽 第一個四壞球保送 所以投得格外謹慎 最後形成了保送 不過這次是點了 點在補手的前方 戴培鋒傳二壘 傳了一個彈跳沒有傳好 這一球all save 兩個都沒抓到 而且因為球落到旁邊 跑者張宥明還上到了三壘 這個彈跳的位置比較尷尬 導致遊擊手這邊要來接這個球的時候 很難做處理 只要外野飛球帶的距離有一定水準 基本上三壘跑者是能夠回來先追平 這一球強的中間方向穿出去 40安打出現 戴打建攻張宥明回來得到了追平分 40的一棒戴打打打回了追平分 龍隊七局下半2比2追平了 真的要的就是他這種強勁的擊球 沒有任何一位野手有機會 去把他攔截住 這邊持續更換代打 對 現在換上的是張浩瑋 這一球拉回來打 三壘方向打穿了三右防線 又是一個代打的安打 二壘上的跑者現在要回來得分沒有問題 龍隊一舉超前 兩個代打都建功 這個鐵金剛的神調度 真的神調度了 真的 這個也要代打者喔 扛得住壓力喔 這個情況 這個跟趙景榮有點像 對 那龍隊當然是希望延續攻勢 這個內角球主持人沒有給李凱薇 選球一眼獲得了四壞球保送 他今天第一次上壘 這一球 這一球 反方向平飛球 落地形成籃打 三壘上的跑者回來得分 龍隊 再添保險分 目前4比2 兩分領先富邦漢將 對 這球哪不一樣打得很好喔 我覺得就是有 好球術在投手這邊的時候 他稍微一點點的調整為Counted的方式喔 這是個觸生球保送 哇 滿雷情況下觸生球要幾回一分喔 這整個 算出手的時候就大失控了 對 所以郭天信有做閃躲的動作 但還是避不掉 當然這個項是有打點的 對 5比2反超前 現在換上王位友 這是張宥明今天第一個打席 抓第一球 被夾到的曉飛球 最後落地形成籃打 兩名跑者要回來得分 張宥明這一棒 讓龍隊的領先拉開刀 8比2 對 連郭天信都拚了 哇 把這個壘包給清空 這個在漢將的防守端有些瑕疵 處理球上比較慢喔 對 然後最後也讓郭天信 一溜煙也回來得分了 因為外手第一球 第一個時間處理這個球的 彈跳也 那邊就已經花了一些時間 並沒有第一拍把它接得很好 這球集的力道不是很強喔 對 但落點巧妙 來看一下一外野手這一邊的處理 哇 戴雲珍第一時間 球沒有第一時間接觸喔 那回傳球可以看到 這邊就王以辰的轉身方向喔 還有他對於跑者速度的這個警覺性沒有預想喔 對 比較不夠謹慎 尤其兩出局要知道一壘上的郭天信 是一個跑累很積極的選手 是 哇真的是很激進耶 對